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追踪性极树痕迹的蚂蚁可能就会形成这样的死循环 死亡漩涡 那这个漩涡如果不被打破的话 这些蚂蚁或许永远都没有办法逃离 1936年的时候一个生物学家 他第一次观察到这样一个死亡漩涡 他看到有几百只蚂蚁组成这样死亡的怪圈 这些现象持续了一整天 甚至一场大雨都没有把它打断 那第二天大部分蚂蚁已经死亡了 但仍然有些蚂蚁还在虚弱的转着圈 也是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了 那这个死亡漩涡 就让我想起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的一句话 这就如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 死又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那在亚当里的人类 我们所灵的眼睛也是瞎的 不认识创造天地望的神 不知道人生的真正的意义 活在罪与死亡的挟制下面 就如陷入死亡漩涡的军艺一般 跟随世界的潮流 走向永远的死亡 但是感谢神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子 耶稣基督 将我们从死亡漩涡中救巴出来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就有了脱离死亡以罪的权势的自由 那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 那边说 神死了无罪地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一刻 耶稣就承担了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已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那死去的灵魂以神隔绝的生命 就在基督里活过来了 神看我们为义是完全的 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了 而是因为主耶稣 祂是完全无罪 毫无瑕疵 祂是完全的 那位跨越时空的神 是透过耶稣来看我们 所以我们不再在罪的刑罚之下 有了神的儿女的名分 成为神家里的人 但是有的基督徒 不太明白这个道理 活得非常地挣扎 仍然是罪的 卢浦 被罪挟制 所以使徒保罗在 罗马书七章十五节 他做了这样的描述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到去做 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挣扎 曾经有过 或者现在正在这样的挣扎当中 那作为基督徒 基督与我们同在 一起同行 你里面那个真正的理 就是因信耶稣基督 而活过来的生命 那个新造的理 要做逃神喜悦的事 但是你会感受到 你里面是否有一个罪的律 用死亡玄悟来做比喻 比喻的话 就好像那个律 让你回到那个 转圈的那个习惯当中去 追随世界的潮流 那个律诱惑你去做 主不看重的事情 主不喜悦的事情 就是那些不好的心思意念 言语行为 这是挣扎的原因 保罗以自己 曾经有过的挣扎 他非常生动地描述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七章二十五节 他回答了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就能脱离了 脱离罪的律的能力 来自耶稣基督 他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仍然挣扎 除了罪和魔鬼的诱惑外 你这样挣扎 痛苦挣扎的主要原因是 你还是试图靠自己的力量 活出一个完全圣洁的生命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 是圣洁的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啊 就是基督不是在远处啊 他只跟我们一套过圣洁生活的清规戒律 他只是远远地监督我们 衡量我们 是否有好的行为 是否遵守了他的命令 绝对不是这样 基督把他自己给了我们 是个我们圣灵 是我们顺从圣灵 从而有成圣的生命 但什么是在基督里 什么是顺从圣灵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在罗马书第八章解释了 在上次我讲到的时候 我分享了部分的经文 我们今天再来看第八章的经文 我们先读一部分 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就是在第八章的五节到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谁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谁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此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以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因为熟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悦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熟肉体 懒熟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 却因 一而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感谢你 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因信 成为你的儿女 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成为神家中的人 我们更加感谢你 因为你赐下真理的圣灵 来引导我们 来带领我们 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属灵生命不断地成长 让我们的生命 更像你自己的荣美 更能彰显你的荣美 叫人从我们的生命中 能够看见主 你自己的荣耀 愿主在下面的时间 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向我们每个人亲自说话 不管我们是在线上线下的 弟兄姊妹 让我们成为敬虔的心 来领受主的话语 让我们讲得和听得 一同得到帮助 一同得到安慰 一同得到主你话语的供应 让我们能够听到行道 见证主 荣耀主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那在圣经中 赎神 赎基督 赎圣灵 常常是可以互相代替的 有时甚至可以出现在 同一个句子里 比如说这个地方第九节 就提到了神的灵 圣灵 基督的灵 上面讲的是一件事情 是可以互相代替的 那什么是赎基督 赎圣灵呢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属灵的人 他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首先第一点 一个属灵的人不再被定罪 罗马书一章八章一节说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那在上次的讲道中 我们已经讲过 什么是在基督里 就不定罪的原因 那我会简单地回顾一下 罗马书从一开始到第六章 六章讲述了 因为基督已经成为 所有信靠他的人 也为他们付了罪的代价 我们因信称义 与神和好了 有了神儿女的身份 但是我们仍然活在 这个败坏的肉体中 我们需要对付老旧生命中 不蒙神喜悦的心思意念 言语行为 避免回到死亡漩涡当中 这就是生命的成圣 那罗马书的六到第八章 主要就是论述如何来成圣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好像正在住院的病人 正在接受神的医治 所以我们都在医治中 好不好 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也说 我们都在医治中 实际上认识这个真相 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彼此的包容 少一些自益自大 另一方面呢 将来所有属灵的人 有圣灵类住的人 都将以称义的身份 站在圣洁的神面前 因此属灵的人 有圣灵同在的人 不再以惧怕被定罪的心态 度我们再次寄居的日子 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服侍神 所以如果你是跟随耶稣的门徒 你要毫无动摇地 持守这个信念 成造喜乐的心 走永生的路 因为我们不再被定罪了 那属灵的人的第二个特征是 他会更加地思念永恒的事 而不是短暂的事物 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的五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这里的体贴就是思念 顾念的意思 也就是你每天所思想 你所关心的 你认为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属肉体与属灵的不同 首先肉体要你专注在那些短暂的事物上 而圣灵要你专注在那永恒的事物上 肉体要你任意而行 赚更多的钱 有名 更多的肉体的欢乐 你可能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啊 但是当你把你 这些当中你生命中唯一的目标 耗费你所有的时间 经历 就是体贴肉体 第六节的经文八章 那地方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当然这不是说你的身体马上死了 而是当你随从肉体 顺从罪的律 神就会让你经历这种死的生命 包括神与人的关系的死亡 盼望的破灭 爱的关系的破坏 平安喜乐的消失 而圣灵让你体贴永恒的事物 无论你花时间 你经历做任何的事 即使你在工作的时候 在度假的时候 你邀请耶稣基督与你同行 你与他与同工作度假 工作的时候 你的言行带着主的柔和谦卑 度假的时候 主与你同行 让你有机会可以分享见证主 八章第六节说 体贴圣灵的乃是 生命平安 这里体贴圣灵就是顺从圣灵 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 惧怕 担忧 焦虑 会被信靠 盼望 平安和喜乐代替 负罪感 羞耻心 自怨自爱 会被恩典 饶恕 在基督里的自由替代 虚空 沮丧 无目的的人生 会在被基督里的成长满足 有标杆的人生自患 另外 顺从肉体 体贴肉体 会忧虑于各种发生的事情 而顺从圣灵 你会坚信万事都有神的美意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担忧 我会失去工作吗 这个项目我能完成吗 股市崩盘了怎么办 我不喜欢的这个政党再次当选 让我们失去民主或自由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这些担忧 弟兄姊妹 这就是体贴肉体 是熟肉体的 而体贴圣灵的人不会担忧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圣灵会提醒我 我是神的儿女 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他是完全值得我信任的 即使说发生的事情 我不能完全地了解 但圣灵会提醒我 让我注目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基督 去做他呼召我来做的事情 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 那属灵人的第三个特点 他的身份是靠神来认定 体贴肉体的人会尽最大的努力 让自己被人来认可 体贴圣灵的人会在圣灵的引道下 看重神怎么样来看我 体贴肉体的人 趋向于把神 把自己当作神 当你把神聚集于你的生命之外的时候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只有花上所有的时间 精力来建议你的身份 价值 人生的目的 而这些也只能建立在 与他人的比较 真净上面 所以为了使你得到他人的认可 为了从他人那里 证明你的价值你的成功 你的身份是靠他人来肯定的 因为因此你的价值 也就是说你所开的车 你所住的地区 你的名声来决定的 但是非常不幸 有一天你会发现 这些都带不走的 而体贴圣灵的 知道自己的价值 在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女 在罗马书的八章十四节说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儒谱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来自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以基督同做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这段经文提醒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不再是儒谱 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 这就是你我的身份 你我的身份 不是由他人来决定的 你的身份不是你开的车 住的房子 你的工作决定的 这个世界都会过去 你的肉体 当你的肉体衰败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唯能带走的 是你与神的关系 你的属灵生命 对他人永恒生命的影响 这是你唯一能带走的 对他人认识 救主耶稣的帮助 这些是唯一于神纪念的 当然 你要管理好神给你的恩赐 神给你的产业 但是目标是对神 对主忠心 让神使用你的恩赐 你的产业 而不是让世界 看你有多么的成功 你的目标是跟随耶稣 而不是随从那些 处于死亡漩涡中的 处于死亡漩涡中的世界 一个属灵的人 顺从圣灵的人 不再被定罪 得胜的动力 不是因为恐惧 惧怕 他会体贴圣灵 顾念永远的事 而不是那些短暂的事物 他的身份价值 靠神来肯定 完全依靠主 不是靠自己 他是属基督的 他行事 靠圣灵来行事 罗马书的八章九到九节开始 他这里说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来是属圣灵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异而活 然而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 就也必借着 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 又活过来 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的时候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这就是第九节所说的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来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事实上 在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接受了圣灵的洗 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 在马可福音的一章第八节 那你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这是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 所以我们要切记 就是同一个使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圣灵 就在我们里面 他要帮助我们 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 但是需要我们顺服 这是道成肉身的耶稣 他所做的 他是完全的神 但是当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成为完全的人 三十三年半的时间里面 他放弃自己的神性 成为完全的人 完全依靠神 与圣灵的能力 使徒行砖的十章三十八节 那你说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高拉撒的人 耶稣 这些都是你们知道的 耶稣选择完全的依靠 神与圣灵的能力来生活 他每一天的行为 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 他每一次的医病赶鬼 都是依靠圣灵的能力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跟随耶稣的门徒 同样一个圣灵 就住在你们里面 但是一个基督的跟随者 靠圣灵行事的人 需要每天来顺服圣灵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那天开始 从万中拣选离我 呼召离我的神 就开始预备我们 使我们能够成为 他人认识神的赐福的器皿 这是神对每一位基督的 跟随者的应许 每天的开始 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 完全地交在神的手中 相信神今天会使用你 透过圣灵来活出主的荣耀 当你与朋友同事交谈的时候 与家人对话的时候 对儿童主日学 你所教导的孩子们 勉励的时候 或者以一位不太熟悉的人 谈话的时候 可能是你幸福小组的best 坚信 圣灵会帮助你 做你靠自己的力量 不能做的事 顺从圣灵 就是不断地操练 神 对神这个应许的信心 就像我们锻炼身体 会是我们的肌肉增强一样 我们的信心也需要 每一天的操练 相信神的应许 一定会成就 比如神让你为他人祷告 鼓励人 帮助人 你就顺从圣灵的引导 相信圣灵要借助你 使人看见耶稣的荣耀 透过你的话 你的爱心 你的善行 这些是给他人带来永恒的影响 我相信 那些影响是远超过你能想象的 也不是你的能力能够完成的 九一初我们一家准备在第五期的幸福小组 我开始之前去度个假 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来计划这个假期 也蛮期待这个假期的 但是在前往机场的路上 去接到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的通知 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赶上另外一个转机的航班 所以我们只好取消这次旅行 所以回家的路上心里面蛮沮丧的 但圣灵同样感动我们 为什么不去你们最初与耶稣 与基督相遇的地方呢 结果我们就去了加拿大 从加拿大回来后 我们不但不再为那个 没有人成行的旅程沮丧 反而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 因为去加拿大的度假 成为一个信仰反思 一个感恩的这样一个旅程 在那里我遇见了给我施洗了牧师 见到那位曾经谦卑地解答我的问题的教授 我告诉他 我常在布道会中提到33年前我们的对话 因为33年前当时我还没信主 我常常去挑战他 因为他和我不是一个戏的 所以敢这么大胆地去挑战他 他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弟兄 那有时候我问他 我说中世纪教廷非常黑暗 为了日新学说和地新学说 争论把布鲁若烧死了 而且还说地球是平的 他告诉我 他说那不是人说的 他说圣经从来没有说地球是平的 结果他让我翻到以色亚书40章22节 我当然翻不到了 他给我翻 耶和华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他说你觉得这句话是 说地球是平的还是圆的呢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真的感到蛮羞愧的 我就开始读圣经 后来我也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这次旅行成为一个 真是感恩 就那个教师给我讲 他说我都不知道啊 我居然对你讲的 我们这个对话对你这么大的影响 实际上他不知道 不只是对我的影响 还有更多的人 他们就是我在布道会中的听众 在幸福小组中的best 是我教耶色亚书的弟兄姊妹 而且更感谢神 这次我们去加拿大见到了 已经有差不多30年没见面的朋友 也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 两个星期前 信主了在我们幸福小组 这就是神的美意 当把我们的言行举止 把我们的每一天交在神手中 神会使用你的 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也有这样的经历 你为他人祷告 鼓励爱心帮助一个人 你对儿童主持学孩子的一次勉励 你并没有看见任何的果效 但是多年后 有人可能会告诉你 你的祷告 或者你引用的一段圣经的话 对他的勉励 神已经使用来改变了他的生命 或许没有任何人有机会 在这个世界中告诉你 但是我坚信 有一天你会在永恒的天家 与这样的人相遇的 他会告诉你 神怎样使用你 改变了他的生命 即活不燃 天父至少在使用你的时候 改变了你的生命 这就是与人同享福音的 好处的道理 靠圣灵行事的人 还需要每天靠圣灵的引导 人的价值体系来源于 我们每天接触的资讯 现代社会的资讯非常发达 每一天我们的头脑都会暴露在 各种的媒体 电视 网络 微信 难当中的各种观点中 这些资讯有的是好的 与我们的价值体系一致 会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 但有的却是垃圾 垃圾 是虚假的 是谎言 那这些虚假的资讯 会扭曲我们基于圣经而来的 世界观 价值观 让这个世界的所谓的成功 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只想到自己的需要 自我 完全被自我占据 甚至引导我们 不再来信靠神 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二节 那边说 你们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如果真理叫我们得自由 那些谎言 那些虚假的 不合圣经价值观的信息 带来的一定就是捆绑 而不是自由 这也是为什么 每天在圣灵的引导下 读神的话是如此的重要 不只是获取圣经的知识 而是寻求与主的爱相交 那种亲密的关系 就像我们刚才唱诗歌所唱的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现在在你的生命中 仍然有些不讨神喜悦的事 心思意念上 还有没有得到完全自由 仍然为在得胜而挣扎 比如说没有安全感 没有满足感 非常可能你被谎言欺骗了 你所持有的那些自大 自我为忠心的理念 占据了你的心思意念 你需要每天靠圣灵引导 用神的话来调整你的观念 一个基督的跟随者 靠圣灵行事的人 需要每天都被圣灵充满 在以赋属书的五章十八节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那要被圣灵充满 那被圣灵充满的地方是 现在实际就是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在一次大型的布道会上 著名的布道家穆迪 他举起一个玻璃杯 他说我怎样才能把 玻璃杯的空气排出来呢 结果一个弟兄大声喊叫说 用棒把它吸出来 穆迪回答说可以的 但是会形成真空 玻璃杯也很可能破碎掉 当人们各出国种建议后 穆迪回答说 他拿起一服水 他把玻璃杯倒满 他说看看 现在所有的空气都排出来了 然后他继续说 基督徒生活中的得胜 不是通过在这里或那里 吸掉坠力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圣灵充满来实现的 那这段经文里面 比如说 圣灵充满就好像醉酒被酒精控制一样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是在圣灵的控制下 在每一件事上来寻求主的旨意 每一次与人交往 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 无论是你认为是好的或者不好的 甚至有时是痛苦的 都在神的手中 成为自己属于生命成长的契机 在事奉中 我曾经被人深深地误会 当时非常的难过 还记得我去我们家背后的小山上 祷告了四个小时 我一直觉得自己冤枉 但是在祷告中 后来神接着圣灵提醒我 你为什么这么看重 人怎么看你 我怎样看你 才重要 当时我得到完全的释放 不再有任何的捆绑 心里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次顺从圣灵的饶恕 包容忍耐 每一次对肉体中罪的诱惑 都是我们更像基督 一个顺从圣灵的人 唯有依靠圣灵 才能得胜 唯有依靠圣灵 才能得胜 罗文书八章十二节说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在一起 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 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不是指身体马上死亡 刚才我们已经说明了 这是说 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肉体中的律 还试图来窃取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 那种平安与喜乐 但是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 作为神的耳利 尽管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还有可能被诱惑去 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 甚至陷入死亡漩涡中 但是圣灵给我们脱离罪的律 那种能力 活出新生命的样式 这个当然不容易 但是好消息是 你不是只是靠你自己 你不是单打独斗 因为圣灵所赐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对罪 罪说不 兄弟们你知道吗 每一个罪行 实际上你是犯了两次罪 你说一次罪行就一次罪行吗 怎么犯了两次罪呢 因为在那个审查 在省查 人的心事 意念的神面前 那可不是犯了两次吗 一次是在意念当中 在你的思想当中 一次是在行为上 因此首先要胜过罪 首先要在意念上得胜 一个属灵的人 跟随主的人 你会非常留意 每天你的思想 哪些是 和耶稣基督更加亲密 更加洁净的 哪些意念 你会非常警惕 是使你自己远离主的想法 所以如果要认真的对付罪 就要需要注意我们心思意念 所关注的事物 如果比如说 你的头脑如果不断地思想 或一位弟兄或者姊妹 曾经有过的一次冲突 你不能放下以饶恕 你就是在让罪来瞎自理 你就是住在 就是住在罪中 如果你的心思意念 是在婚姻之外的 异性的身上 你当时可能觉得欢愉 但是你是建筑在 谎言上的快乐 因为那会毁坏你的生命 破坏你的婚姻 或者你将来的婚姻 你的意念 如果是注重的是前权 你就仍然是让 罪在做你的债主 无论你如何地掩盖 许多的意念中的恶行 最后会渐渐生成 外在上的行为 使你再次陷入死亡的漩涡中 使徒保罗给出的办法 是什么呢 解决办法 思念上面的事 什么是思念上面的事呢 就是以菲利比书 四章八节在这里所说的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圣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 你们都要思念 另外 就是要持守 基督对我们的呼召 给我们的使命 一个属灵的人 不只是注重 哪些事我们不能做 而是关注哪些事 是主耶稣所看重的 顺服圣灵 引领我们去做 神呼召我们 应当做的事 特别是主的大使命 这也是主升天前 祝福门徒们 等候圣灵降下的原因 因为圣灵会带领他们 做他们靠自己 不能做的事 弟兄姊妹 你可以思想一下 如果你正在 全心投入一件事中 比如 建一艘船 我们教会真有人 建一艘船 和孩子一起 重建你的园子 参加半马比赛 当你满了热情 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我不太相信 你会被权力 金钱 色情这些事诱惑 人最容易犯罪的时候 不是 是我们不专注在 主所看重的事上 而是心思意念 放在那些 耶稣不看重的事上 神不喜悦的事上 你会很快地陷入 醉得欲的虾子当中 过去两年 两年多 有的弟兄姊妹 非常的挣扎 我们会陷在家中 每天面对电脑 电脑上工作 电脑上看了很多资讯 但是你要问问 你的头脑暴露的 是什么样的资讯呢 在 多年前我上神学院的时候 一门叫做 明明塑造的课 老师讲了一个 他辅导的弟兄 他曾经现在 社情网站的 那个捆绑当中 当他被辅导 后来托离 那个捆绑的时候 他见了人说 他是那段时间 他真的活得像一个 行尸种般的 他完全没有办法祷告 婚姻也被破坏 他说更加可惜的是 我浪费了很多神 要使用我的时间 那些保固的时间 再也不会回来 那些时间是 本来是神使用我 成为别人祝福的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的悲哀 不只是被罪所挟制 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因照耶稣基督的 宝血蒙生 拣选的族类 是君生的祭师 是赎神的子民 但是我们去把我们的 所有的精力 时间 热情 放在那些 神不看重的事上 神不喜悦的事上 有天你会发现 你会让神 非常非常地失望 有的人甚至 极少其思想 或者不知道 那使耶稣基督 有能力 引导祂 使祂从死里 复活的同一位圣灵 现在就住在 我们的心里 祂要使用我们 给忧伤的人 带去喜乐 给绝望的人 带来盼望 让受伤的人 得到医治 使担忧的人 有平安 弟兄姊妹 这就是一个 属基督 一个属灵的人 应该持守的 呼召 弟兄姊妹 你愿意改变你自己吗 你愿意 在神面前 悔改吗 现在还不太晚 因为神要使用你 顺从圣灵 成为赐他人 永恒复复的器皿 弟兄姊妹 你可能认为 我不过是一个 平凡人 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住在你里面的基督 祂不平凡 祂是万王之王 祂是万主之主 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你会让祂的荣耀 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 因为这个世界 需要耶稣 你所爱的人 需要耶稣 我们一起来 在神面前 我们低头 一起来祷告 在你开口 向神祷告之前 你要问自己一句话 你告诉主 你说主啊 你今天要借到这篇道 你告诉我什么 你要借到这篇道 你对我要有什么样的呼召 你要让我做什么 愿我们把自己当作活迹 现在那位 为我们舍身流血 在耶稣基督面前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为主所中用 让我们珍惜光阴 把握机会 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天父 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把我们 从万中捡血了出来 把你儿子 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 给了我们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圣灵 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 主啊 你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今天就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要使用我们 彰显你自己的荣美 你要使用我们 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是你呼召我们的原因 这也是这个世界 最需要的 主我们这样的祷告 感谢祈求 是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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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